OK, Google I'm here. What's up? Where's our location? System Failure 各位老師同學,你們好 在電影之中,我們見到鋼鐵盒 跟管家Friday可以互相溝通 而管家亦可以幫助他做到很多事情 關於這個人工智能的學習,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 在之前我們很多集,教了同學做了很多有關樂器的東西 似乎在工程,以及在藝術,人民科學的味道比較重 今天我們就嘗試來講一下人工智能 一個科技比較重的一個STEM項目 提提大家,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請按叮噹 講到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和風智能 大家一定會想像到一些很深奧的東西 因為你想想要教懂一個電腦 去了解你的語言 去變形影像 甚至懂得了解你的思想 其實當中牽涉到很多大數據 或者電腦的深度學習 但是我們教學生的,不可以因為這東西 心,我們就不教他們開始 我們可以由淺入心 由一些簡單的AI的實用開始 今天卡洛斯就打算教大家 認識一套Google所出的套件 名字叫做VoiceKit 顧名思義 他就懂得去辨認你的話 而用Google自己的大數據 去辨認你的語言所說的 而作出相對的應對 那就會簡單很多了 在買VoiceKit之前 卡洛斯是做過資料搜集的 原來現在已經出到2.0了 而1.0和2.0有些分別的 例如2.0就包了一塊Raspberry Pi 但給你那塊又不是那麼高檔的 於是我就決定買回1.0的套件 其實這套件已經出了兩年了 不過我一直沒有時間去應用 由現在開始 我們就開始研究一下 究竟怎樣做 但由於這套套件買回來 是散裝的 所以我先要教大家怎樣去裝好它 上網查Google VoiceKit V1.0 就可以上到VoiceKit的網頁 裡面有整個project的簡介 以至所有的部件、零件 零件的接駁方法 外殼的安裝方法 以至於接線 都講得非常詳細 而最後還會教你怎樣下載軟件安裝 但既然拍得影片 卡洛斯在這裡就直接裝一次給大家看 首先開箱 就看到裡面有說明書 保養書等等的東西 那你見到呢 就會有一些卡通紙皮 不要丟掉它 這些是用來接外殼的 那裡面有什麼零件呢? 其實你會見到一個喇叭 一個LED按鈕 有一塊線路板 旁邊還有一些零件袋 還有一塊小的線路板 要將VoiceKit安裝到可以玩得到 你還需要一塊Raspberry Pi 在這裡我就買了3B加這個Version 此外呢 因為我想玩上影像 所以我也買了一個Raspberry Pi的鏡頭 鏡頭有很多種選擇的 而我選擇的呢 就是800萬像素 叫做CAMERA V2的鏡頭 打開零件袋 我們先找到有兩支的接線柱 利用這兩支接線柱呢 將Raspberry Pi 和VoiceKit的擴展板摺起來 但是摺起來之前呢 先將鏡頭的牌線 通過了這個擴展板 插進去Raspberry Pi上面的插頭 然後再將兩支摺起來 摺起來的時候 流心兩個接線柱 和所有的插針 都是完全的貼合 下一步我們找到一個揚聲器 將揚聲器的兩條電線 將揚聲器的兩條電線 接入去藍色的接線夾 我們需要用一個螺絲批 將螺絲扭緊 留意 揚聲器的兩條線 都有分正負的 紅色是正 而黑色就是負 下一步就是將零件袋 在上面附送的兩條電線 都插進去擴展板上高 其中一條呢 就是連接著立體聲的麥克風 另外一條呢 就只是連接著四個插針 是用來接駁LED按鈕的 整個Voice Kit的線路就是這麼簡單的 下一步呢 讓我們來接好外殼先 膚鬆的外殼呢 就用雅通紙做的 當然大家將來呢 可以用膠片 再另外做一個比較骨子一點的 那第一張雅通紙呢 接好呢 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紙箱來的 至於第二張雅通紙呢 整形的方法就比較複雜些 大家跟著步驟接呢 就可以接成一個這樣的形象的東西 那這個套位呢 就用來將揚升器藏進去 而另外這邊呢 就將線路板安放在這裡 那留意還有一塊紙卡呢 可以放在線路板的位置 來固定線路板 即使接好了呢 你會發現所有東西都不固定的 一定要將整個東西 塞進去盒子裡 才是固定到 整個東西塞進去之後呢 你會發覺 有些的接口剛剛對正盒子的洞 比如這幾個USB的插口 這邊有HDMI的插口和電源插口 第三邊呢 就有SD卡的插口 最後我們就來安裝LED按鈕 將LED按鈕在蓋面插入 扭回絲毛 接著就接線了 接線的時候要認顏色 黑白線呢 就是按鈕的線 接在這個位置 而紅藍線呢 就是LED線 就要接在這個位置 四根線接完之後 要按照這個排列次序 最後一步啦 就是將立體式麥克風 安裝在這個位置 讓兩個麥克風剛剛對著兩個洞 位 但如果大家想固定它 其實拿兩條索帶 索實它都無不可的 在蓋蓋之前呢 不要忘記鏡頭 都用Brotect貼在這個位置上 來到這裡呢 我們已經組裝了整個VoiceKit的硬件了 接著就到軟件了 我們又回到網頁 去到網頁最底呢 就會介你進去G-Hub 下載一個 圖案 我們選擇最新的 AIY Case Releases 2018 11月16日 下載之後 利用這些圖案 把圖案燒到SD卡的軟件 例如 Etra 把圖案燒到一塊 16GB的SD卡 然後把燒好的SD卡 插進去VoiceKit這個位置 原來VoiceKit 根本就是一部小型的電腦 撥著它之前呢 我們要準備 鍵盤 滑鼠 連光幕等等 先把鍵盤和滑鼠 插進去其中兩個USB插進去 連把顯示器的HDMI 插進這個位置 現在已經接好了滑鼠 鍵盤和HDMI 去顯示器 其實 接好了之後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小型的電腦 其實是有了這個Linux的系統在裡面 現在我把電源給它 其實就是一個USB的電源給它 那電腦就開始撥著了 Raspberry Pi 正在使用的是 一個 scaledown的Linux版本 你看到它撥著了之後 都會是有一個 Desktop在裡面 因為這個Voice Kit 就可以用一種電腦語言 叫Python來控制它 那我們就在左上角 找到這個Python 3 進入了Python 3.5.3 shell 由於Python是一個Interpreter 那我們如果想使用Voice Kit 就要打開一些它現有的例子 我們按開啟動 我們按開啟動 AiY Voice Kit Python Src 我記得在例子裡 就有 一些選擇的 那我們現在先玩Voice 在Voice 裡面都有幾個Program 我們試用Assistant Library Demo 我們試用Assistant Library Demo 這個Program 打開了它都未進行的 按按Run Pulldown menu Run Module 但在這裡它會Prum你 講OK Google OK Google What is the date? It is Friday the 18th of October 2019 OK Google What is the time? 1.34 1.34 1.34 都算對 OK Google Where is our location? Your current location is Wong Taisen District 我們現在是在九龍塘 它似乎沒有什麼地方感 既然它是一個程式語言 那大家都可以用Python來寫程式 例如現在我寫了一個簡單的程式 例如現在我寫了一個簡單的程式 只叫它講出 How are you Google How are you Google? How are you Google? 那今天我教大家 安裝了這個Voice Kit 以及試驗了一些基本功能 但其實它的發展還是無可限量的 因為只需要大家研究一下如何寫Python 再找一些網上的資料去配合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Voice Kit 訓練成一個智能的家居助理 那希望我很快就有機會 跟老師同學分享 我這方面研究的結果 那如果大家喜歡卡洛斯所製作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加個Like 以及寫出你的建議 今天到此為止 再見 拜拜